有一名小孩嬉笑着从巷子里冲了出来 有一个叫张伟的开着车 一脚刹车马上避开 小孩笑嘻嘻的跑过去之后 这个张伟并没有踩油门向前 而是看着这个弄堂巷子口啊 似乎在等着什么 突然之间又一个小孩 哈很开心的冲出来了 追赶着前面那个小孩 这个张伟啊 今天开车回家是约了风水师 看风水的 这个风水大师啊 惊讶的问 你怎么知道后面还有小孩 你停在这里呢 这个张伟就从从间说 小孩子一般都是打打闹闹的 追追杀杀的 光一个人 他不会笑得这么开心的 风水大师翘起了大拇指 嗯 你这个人有心 走到他别墅的后面 突然之间 后院飞起了七八只鸟 见状 张伟停在门口 把车抱歉的冲着大师说 麻烦大师在门口等一会儿 有什么事啊 后院肯定有小孩在偷我们家的荔枝 摘荔枝啊 偷摘荔枝 如果我们现在进去 小孩自然惊慌 万一掉下来就不好了 张伟笑的说 风水大师默默的片刻 嗯 你这个房子 我看不用看了 这次轮到张伟惊讶了 大师啊 你何出此言呢 有您在的地方 都是风水宝地 这个故事 就是告诉我们 吉人自有天相 善人住吉地 慈悲改风水 心中装着别人的安乐 受益的不光是他人 还包括你自己啊 这个 讲到这里呢 这个本来呢 要跟大家讲了稍微深一点的 那么 这个没办法 因为你们今天已经 拜师了 说弟子了 所以要稍微深一点的 不深的话 你们觉得师父怎么讲了 这么浅啊 稍微弄两句深的 让你们 考验考验你们 听不懂的假装鼓掌 装得很听得懂的样子 就可以了 人言经当中说的 若能转悟 鸡同如来 听不懂了吧 师父跟你们讲啊 就是说 用文言文给你们解释 为一切的圣贤 能转万物 不被万物所转 随心自在 出处真如 也就是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一切 能够修得好的圣人 就是我们很高境界的人 你能够啊 你心不动 万物随着你再转啊 你像一根铁塔一样 站着 对不对啊 别人在转 你的心不转 你不会被别人诱惑 你所以不会上当 不会受骗 因为你很清楚你是谁 随心自在 你的真如本性 就慢慢的看到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